听过同事的课之后 小刘老师开始说自己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 还有就是 课价就是 音法学习的招规律的时候 第四个 不要有黄色的 黄色的后头看不上 你马学习的招规律 没事吧 招结论那个 你说第三个那个 复数量好好下加了 对对对 还有就是 终结出来的结论嘛 终结出来的结论 你的子皮全部都不一样 子皮颜色太不一样 哪一个页面上 又五六个颜色了 我那版本弄的不一样的颜色 太划哨了 这个TPT上可能有过多颜色 太划哨了 你可以把它的结论后面 都插入背景色 这样的话 悄妙一样的背景色 颜色都一样 字体都一样 这样的话 招动强调了 就这个 因为里边 你说可见的 里边插入背景色 弄别的颜色 就那个结论的时候 弄的背景色 插入背景色的看来 一个结论上 不是都一个 插入了温门框吗 温门框后都 单独都能让舍着 那个强调的背景色 然后上上上 就是这个壳架的持续 持续因为它没有要求 到时候它的壳架 到底真的现实了 咱不知道 小栽的都是四笔三的 我看挑成十六笔九的 也不是多 我看挑成四笔三的 我挑成四笔三的 全跑了 所以你自己再舍着好 两个半本 一个是四笔三的 一个是十六笔九的 你舍着好 这个半本 嗯 现在挑着你这大幅幅 前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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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面子不明显 你看你这紫体太多了不 嗯 紫体颜色 就黄色的 黄色和皮沙色的 黑色 黑色或者红色都可以 嗯 嗯 多幸运 是不是 冰淡 火上一个剪通也好来多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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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